从前有一个国王,他很喜欢穿新衣服,国库里大部分的钱都被他花在了衣服上。 他不在乎军事,也不关心国家大事,连散步都不喜欢,他只喜欢每天从早到晚不停地换衣服,几乎每过一个小时就要换一次。 也正因为这样,老百姓都说,国王最喜欢去的地方是更衣室,而不是会议室。 有一天,来了两个自称是织布师傅的骗子,他们说自己可以织出很特殊的布料,用这种布料做出来的衣服,只有聪明的人才看得见。 国王心里嘀咕着,如果我可以穿上这种衣服,该有多好啊。 一旦穿上了这种神奇的衣服,我就可以知道谁是聪明人,谁是笨蛋了。 就这样,国王花了一大笔钱,让那两个骗子来织布,两个骗子假装架上织布机,还要求国王送来许多黄金和丝绸,然后就开始工作了。 过了一段时间,国王心想,应该快做好了吧,我得找个人去看看,不知的怎么样了。 因为他害怕自己万一什么也看不见,会被别人笑话。 城里的每个人都在谈论这件事,大家都在猜,我隔壁的邻居是聪明人还是笨蛋呢? 国王想了想,决定派宰相去查看一下织布师傅的工作进度,因为宰相是所有大臣中最聪明的。 就这样,年老的宰相被派往那两个骗子的织布房,他既害怕又好奇地睁大了眼睛,瞧了又瞧,心想, 我的天子,我竟然什么也没看见。 那两个织布的骗子还假意让宰相靠得近一点,以便能好好欣赏他们的杰作。 但是,宰相还是什么都没看见,他暗暗地想, 难道我是个笨蛋,简直不敢相信。 不行,这件事情绝对不能让别人知道,否则我就当不成宰相了。 其中一个骗子问他,怎么样,您喜欢这布吗? 宰相赶紧笑着回答, 哇,好美,太神奇了,真棒,我从来没见过这么美丽的布。 不久,国王又派了一位他很信任的大臣去看看那块神奇的布是不是织好了。 这位可怜的大臣的遭遇跟宰相一样, 他也什么都没看见,却得睁着眼睛说瞎话。 听了宰相和大臣对布料的连连夸赞, 国王的好奇心越来越强了, 于是他决定亲自去看看。 他带着一群大臣浩浩荡荡地前往片子的织布房, 看过布料的宰相和大臣依次上前为国王介绍, 说,您看这布是不是很漂亮, 尤其是这颜色和花纹。 这下国王可慌了, 他使劲地瞪大眼睛, 却什么也看不见。 他暗自心想, 难道我是个笨蛋? 国王不想让别人知道他什么都没看见, 于是他沉默了一会儿说, 真是太美了, 我很喜欢。 大臣们建议国王用这块布料制作一件新衣服, 好在几天后即将举行的游行中登场亮相。 到时候在场的每一个人都会为这件漂亮的衣服欢呼。 国王接受了大臣们的建议, 还因此把那两个骗子封为侯爵。 于是两个骗子开始缝制新衣服, 也可以说是假装在缝制新衣服。 到了游行的前一天晚上, 他们终于把国王的新衣服做好了。 两个骗子为国王穿上裤子、上衣和袍子, 国王却觉得自己好像什么也没有穿。 两个骗子向国王解释道, 这正是这种布料的特色。 国王很兴奋地问大家, 你们看,这件衣服适合我吗? 在场的大臣们个个赞不绝考。 游行即将开始。 出发之前, 国王再次照了照镜子。 他左看看, 右看看。 但是不管他怎么看, 都只看到自己浑身上下光溜溜的。 而那两个骗子, 却依旧装模作样的, 把袍子的下摆举得高高的。 游行开始了。 街上的每一个人, 都对国王的新衣服赞美不已, 因为没有人想承认自己是笨蛋。 可是没过多久, 人群中突然冒出了一个天真的小孩。 他大声地说, 国王怎么只穿着内裤啊? 接着, 人群沸腾了起来, 大家都笑着说, 国王竟然只穿着内裤。 国王觉得好丢脸, 但是他心想, 我得让游行顺利结束。 于是, 游行队伍继续前进, 那两个骗子依旧装模作样的, 把袍子的下摆, 举得高高的。 骗子骗人很不对, 但是大臣和国王说谎更可怕。 小朋友, 你觉得他们为什么说谎呢?